講曼城的蔡侯平之前 都要補回熱刺那一場 因為隔得太久就沒有益 熱刺四個進攻點 依然前面有哈里、簡尼、迪利、艾利、艾力晨和孫英文 想著他們是需要在主場的溫布萊主攻修咸頓 而修咸頓今天也沒有雲迪即刻 我當時看都是以為雲迪即刻都很可能要走了 不過去哪裏呢?當時以為曼城 怎知道今天發現是利物浦 修咸頓今天後場出現了不少的失誤 五分鐘的這一次其實是第二次的後場全球失誤 熱刺又有快攻的機會 哈里、簡尼去接應艾力晨的傳宗是差少少的 本來想著熱刺會主攻修咸頓 怎知道今天修咸頓又好像想和熱刺對攻 加上熱刺高位壓迫整天都成功 修咸頓後面整天都有空位 熱刺整天都不斷出現機會 修咸頓今天的心態很有問題 不知是否因為聖誕快車的比賽太多 想著早點搏一搏就算了 反而更加適合熱刺踢的這些比賽 20分鐘的時候 班尼路斯強行突破 理論上機會就不大了 但修咸頓的二人夾擊遲遲都未到 那就搏到佛球出來了 斬進去沒有人給壓力 也要哈里、簡尼的 壓力晨的斬波當然急勁龍門出不了 但是哈里、簡尼實在太過輕鬆了 那就先開紀錄 38分鐘了 修咸頓的防守 搞到熱刺連主攻的能力都有了 哪有可能可以讓迪利艾利 這麼輕易在禁區頂那裏轉身 真是不知那些協防是怎樣做的 迪利艾利就不需要支點的幫助 都輕鬆轉身在禁區頂面向前面 而亦都哪有可能是完全在左邊沒有人看 就是宣文插進去 那就潰敗了開始 這球球亦都令到哈里、簡尼入第二球 迪利艾利連禁區頂停球都做到了 信心當然是大增 去到下半場再來到他遠射 當然是射得漂亮 他能力就是這樣體現到的 不過這個第三個入球 其實本來是一個反擊來的 熱刺又有反擊機會 不過沒有辦法 已經是2比0的情況 這個反擊是慢了下來 但是修咸頓的球員也都不去解圍 或者叫做無能力解圍 第四球反擊來了 根本也看著是孫英文一路跑到右邊的空檔那裏 迪利艾利當然比得不錯 但是實在是太過輕鬆了 迪利艾利 完全沒有人邁去 其實反擊就是3打4的 修咸頓的人多一些 但是都比熱刺打成這樣 你說條防線有多鬆散呢 修咸頓其實死守 萬成是試過守得不錯 是差點運氣的 差點守和的了 都比史達寧最後住宅了 但是今天的心態就出了事了 就完全不是死守 反而就是和這個熱刺這個對攻 那你有沒有可能可以不大敗呢 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錯 你的對攻也都令到 羅列斯是犯了兩次的錯誤 一次就輸了近處 一次就是手錘打出來 就發生失誤 讓你再射 那你是入了兩球球 但是你失的球也都太過多了 你是沒有可能入球多過熱刺 因為一對強隊和一對弱隊 是沒有可能打對攻的 九十年代整天強隊大炒弱隊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前中後三線一拉開的話 就是看完你那些球員的基本個人能力 而熱刺最強就是這一方面 但是熱刺最弱的就是 球員與球員之間的配合 為什麼要配合呢 因為面對密集就要配合 但是你不給密集他們就不用配合 只是用個人能力 所以你看到這場的賽事 熱刺的那些入球 差不多全部都是個人能力的體驗 那我就不知道修羅伯頓 那些思維是落後還是瘋狂 我只可以解釋都是那一句 可能真的覺得賽程太密了 那有些比賽不行就算了 如果長期死守九十分鐘 那都是不行的話 就很浪費體能 所以就不著數了 那不如早早輸了他就算了 可能是這樣吧 那就專心打下一場這樣吧 那另外哈里簡尼就破了 這個是舒凌涵的入球紀錄了 那有一位忠實的聽眾潘先生 就是想和我談一談關於 這個舒凌涵和哈里簡尼的比較 那他們當然都是屬於 英格蘭裏面都可以說是出名的前鋒球員 那舒凌涵就是名宿 那現在的哈里簡尼都可以說是首席的前鋒 那怎樣比較呢 那舒凌涵就絕絕對是一個 支點的前鋒 而舒凌涵的個人技術 都是幾不錯 那我都見過了 他的窩裡都不錯 頭脫將他二傳也是點得幾好的 那這個是一個純支點的前鋒 但哈里簡尼就不是 哈里簡尼呢 他雖然有少量的背龍門 有時候會做一下支點 但他不是專注做這件事 他專注呢 真的向前呢 是那些突然的前鋒 在前面呢 就是打機會那種居多的 那這個就是兩者的分別 好啦 多謝大家收聽熱切的蔡侯萍 那之後會說萬成 那多謝大家 那如果喜歡我的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鼓勵小弟 都可以看我的片 之前有個Youtube 他插了一個廣告去的話 你播完它就可以了 好 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